水煮牛肉 水煮牛肉是一道七月里四川的烟毒 子宫式的麻辣口味名菜 抗灾的时候日本人带领了我们所有的烟海地区 海液的供应全部中断 这个时候我们世外外同胞不可能不吃烟 所以子宫经验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得到了旋逢的发展 最多的时候有13000多口井 今年无名思义肯定是从井里头来的 这个井一般都有一千多米深 靠牛车把沿路搅起来 每个搅车最少要配两三头牛 你可以帅一下 这个时候的子宫确实有 有个人都是动物 都有顺老鼻子 这几万头盖着动气的活动牛 随时都在耕起 在那个年代计划下的牛 不可能变好了 所以它们最终成为我们餐厨上的美食 水煮牛肉就是这个样子 巴士的板 冬盆下去 微微洗一下 鱼花 那么水淀加下去 把白酒加下去 白酒是保重发酵的关键 来来点水 水要微微安过这个糊豆瓣 让盐和这个冬盆充分融入 搅均匀之后就把筷子垫到上面 明天还要搅动盖上盖子 要搅拌干净 皮脂海椒相对比较干净 只是把灰尘给它洗一下 豆瓣好吃 就是摘起来花 加盐 要让它点火 用海椒均匀 不均匀 搬晒露 全靠第三点 这个豆瓣才会出香味 因为它是次来的发酵 我这个是三年老豆瓣了 香得下人 说实话也是都使不得用 巴士蛋 很多人都想学四川泡菜 其中泡海椒是四川泡菜里头最难的 要想把海椒泡巴士 必须具备三点 第一 你的摊子要好 第二 你的泡菜水要好 第三 就是你买的海椒要好 海椒 海椒肯定是用的是母马三点二斤条海椒 左边这个是做豆瓣的海椒 右边这个是做泡海椒的海椒 它的皮皮厚 而且吃起特别有肉头 泡出来的海椒就特别的爽口 其实海椒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就是把灰尘给它洗一下 有些人说的用开水冷开水 但我觉得用矿泉水比较好 水浇到二分之一的位置 加盐20左右的比例 那样是花椒 拿一种花椒 大帅来点好 洪汤 泡它要像正常的把椒 少不了烤的白酒 然后我们把椒度 让它沿 或其它糖尾的分钟 用刷一口就可以刨海角了 第一次刨的海角切记不能压 把牙刷刷的话刨海角就不好看 而且很容易刷 这点是鸡蛋黄身两周左右 刨海角就让你少 你的太厚子有点消 好的泡海角具备几个特点 酸 香 脆 不肘子 不空话 八十百 糖醋排骨的家常详细做法来了 供大家参考 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糖醋排骨要稍微开小坨地 薑葱下去 加盐 给点底味 花椒 棒酒 来把白鱼 很多人吃糖醋排骨表面有味 是因为它没有盐质 盐质的糖醋排骨 它才里面有味 这个样子才能吃到它的层次 等匀以后 腌制一个小时 水开了 排骨下锅焯水 姜葱夹出来丢了 焯水 只要焯透就要了 不用煮很久 搭起来 没有 排骨下锅 经常下锅 炒一下稍微炒一点 看你喜欢吃 我排骨直接炒 炒一下 炒一下烧化 骨盐 会再来点醋 这是给你第一次醋 我们要先来点醋 然后再来点醋 要来点醋 把它第一次醋 然后再来点醋 花水煮干 慢慢煮干了 这个水煮的水煮太干了 这次我们要给第二次说 汤厨排骨 肯定是天在前 酸在后 排骨葱烤 加白芝麻 稍微给它收开 起锅 巴适的蛋 四川名菜 张叉牙的家常详细煮法来了 供大家参考 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张叉牙 是一道四川传统名菜 管制头一般是用三个月左右的 针织凸鸭子来制作 但因为针织鸭子太大 腌制风干的过程里头 我的经验很容易发臭 变质 所以我今天教大家一种建议版本 用牙腿腿来制作这道名菜 将来制作这道菜 把姜葱汁的味道刮出来 这个人是妈出来的味道 它才匀 把鸭子拿进去,把葱鱼 让调料充分地看这个融合 放到融合 变了8个小时就把鸭子拿来蒸起 准备把它蒸一下 把这些葱放在里面泡下来 下来我们要把它吹一下风扇 冬天家自己不好吃完就要做了 把皮子打手紧 这样吃起来更香更香才好吃 好 那边 这边 咱们 这边 这边 准备 鸭子 好 好 好了 放入冰箱 鸭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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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焯过二十分钟 我们就把这个鸭头盖到面 让它两面都有些烟熏味 均均 再盖着 焯好了 再火 好大一片 一定很有趣的就是香肠的味道 水开了 蒸半个小时 好香 水开了 再来一个 这一步主要是把它提起来收口 你要让它叶水 是符合水 这个叶水就要撒得太深 因为它冷了以后叶水会变深 它切得 好 巴士的呗 我们用于菜品调味的酱 根据原材料的不同 分为很多种 比如甜面酱 黄豆酱 豆瓣酱 鱼酱 虾酱 果酱 等等 今天这道酱油肉 肯定和酱油关 只不过地区不同 用的酱也不一样 有些人爱用甜面酱 也有人喜欢用黄豆酱 甚至还有人用果酱 不管你用啥子酱来煮 自己和家人喜欢 是最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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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